世界日记新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书婉 梅西在香港大球场 他没有上场踢球的事件 全程愤怒情绪持续发酵 在今天还是非常多 港媒的报纸头版 还是大标题的报道 这是文汇报的头版 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抓主办方 到底怎么谈的 所以今天标题 有很多是聚焦主办方说 主办方谋甩身 球迷回水无期 要求退款 但是明报的标题 也是说一个主办方 他现在不敢跟港府要赞助了 但他不要了赞助费之后 事情能不能了结 似乎没那么简单 但香港官方就呼吁大家 球迷先留着保留票 有一些申诉的权利 今天还有很多热点 我们先来做国际聚焦 先看中东情势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到了中东 在今天纽约时报的这张照片 比较新的呢 这一篇报道当中呢 看到他是跟沙特的王储这里呢 来做沟通 他的核心呢 还是希望说能够再加沙 看看怎么样推进停火的可能性 那么接续后面再看巴勒斯坦的建国方向 大家算了一下 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所发动的 这个突袭行动以来 布林肯已经是第五次到访中东了 那么所以呢 华尔街日报呢 这里也看他的第五次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另外呢 在这个部分呢 就提到了说这次像现在的中东情况 可以说是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呢 的推上了一个非常迫切的程度 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 从外交跟军事上来看吧 说在外交上我们看到布林肯这里一直有动作 他们希望能够再去推进美国所主张的一些贫富局势的一些方案 但是在军事上面也可以看到 美国近期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拖住 他们口中所说的伊朗代理人对美国的动作 来争取他们外交谈判的时间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这些信息对于拜登来讲 他对于民主党内面临民主党内偏左翼人士的压力 因为他们认为拜登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做法呢 似乎太过软弱 但是后续呢 还有包括美国大选的林静 在相关的舆论上头来讲 拜登也势必非常急迫的要拿出一些作为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特别他们点名到了一个重要的选举影响州 就是密歇根 或翻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 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全美具有最多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地方 所以呢 现在他们也跟时间在赛跑 从布林肯第五次到访 可以看到这一种急迫性 接续呢 是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的伊斯兰恐惧症 那么我们就追踪了 看这是华尔街日报到底做了什么报道 纽约时报到底做了什么报道 被这么样的去一个评述呢 是在刚过的周末呢 这美国的两大报 他们的一些专栏的报道标题 引起了很大的批评 华尔街日报呢 这个地方是 Welcome to Dearborn 他说这个呢 欢迎来到狄尔伯恩 我们中文翻译狄尔伯恩 是美国的圣战之都 圣战之都 这个狄尔伯恩呢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是美国的密歇根州 这块地方呢 也是很多的穆斯林人口 然后另外呢 纽约时报呢 这里则是说 透过动物亡国来了解中东 所以呢 这都被认为说是 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那么也使得呢 美国的一些舆论 它在当今 特别是美国现在 大选催温的一个政治效应下 他们在报道的言辞上头来讲 也受到了一定的考验 在这个周边情势上面 我看美军双航母 与海自护卫舰 在菲律宾海联合演习 这是海自护卫舰 是指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另外呢 世界日报 美日历任军演 狩猎中国假想敌 那么当然了 他们也为了一些之后的 一个历舰演习铺路 都用真实的地图 真实的地图呢 被认为说 这就是凸显一个地缘的紧张 也担心台海情势呢 有所激烈的一个变化 另外明报呢 这里也看到 就拍了一下 他们一些演习图 这个呢 是美军 海上跟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菲律宾海的一个联合演习 当然呢 都把台湾这块周边的情况 来做设想 这个部分呢 要先看到 因为美日之间 包括美日韩 他们在一些联合军演的上头来讲 特别在2024年呢 也普遍被观察认为 他只会多不会少 这之间呢 他们彼此之间 也有互相防卫的这种需求 而关系呢 也越来越紧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有一些 定期例行性的军演出来呢 或许大家呢 是关注就好 不一定反应太大 但是这里也凸显一个 日本当前的心态 特别对于日本来讲 我们关注的是 日本的媒体 如何去报道演习的事项 它的版面非常大 山峰的词据非常多 这也凸显了 除了凸显日本的焦虑 还有就是日本在新一年度 他们希望增加非常多的 防卫方面的一个预算 而对于岸田文雄来讲 近期的民调这么低 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正好可以帮帮他调整 带来不同的一个话题 这个中美之间 来看法广纽约时报提到 是说呢 美国本周啊 就是传闻说 美国本周了 可能会带一个 美国财政部的高级代表团 访华做新一轮的经济会谈 我们这样看呢 其实这也是落实去年 中美元首的会晤 两边在经济工作上面 进一步开展 这次呢 的行程都没有正式公开 只是说有不具名的官员 透露了信息 所以大家来做一个报道 特别是对于中国政府的 对一些市场的 一些补贴的情况 因为在西方的传统观点呢 可能一直不能够了解 中国的体制优势 老觉得这是非市场经济因素 说啊 彼此之间会有一些 坦诚的一些交谈 不过在这个时候 特别重要 都是说这个气氛呢 可以是有效管控 彼此的关系 避免进一步被激化 再来进一步 要避免进一步激化的 就是在乌克兰内部了 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跟他的这个武装的总司令 扎卢日内 这里看看 泽连斯基说 不只考虑解雇扎卢日内 还有重置国家领导层 以及联合早报 乌克兰总司令和总统啊 围绕战争的分歧 日胜一日 在当都基辅独立报道呢 也提到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扎卢日内近期啊 包括这一周 还是有批评 认为说 目前在乌克兰 应对的战场上面 征兵的速度太慢 因为他觉得要扩大征兵 但是呢 泽连斯基是不愿意 因为他认为 如果要把海外的 很多乌克兰人呢 召回到战场上面 也担心国际舆论的目光 我们说泽连斯基呢 跟内塔尼亚胡很不同 他太过在意外界的一个目光 连跟扎卢日内的之间的 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不合 也要先观察一下 舆情的反应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泽连斯基呢 把话已经透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近期内还有一连串 涉及军事高层的 甚至国家领导层的人事调整 那核心是什么呢 他都说希望呢 战场上打赢 那么近期呢 外部对他的军援 也可以说是泽连斯基用来 保住他一定乌克兰声势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后续啊 他的已经话放在那里了 确实要观察 接着我们做国际速报 日本的最老牌 最大的钢铁公司 新日铁啊 你收购美国的 这个老牌钢铁公司 这个事情呢 其实去年我们也关注过 哇 这笔生意很大 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关注 不过当时我们就提 今年大选年啊 这个引起不同的效应 或许就会有些 政治的操作出来 你看像今天我看到 说川败皆反对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对 因为川普现在 特朗普一生都是戏嘛 那但是这个部分呢 也成为政治议题 所以美国的媒体就很担心 这或许呢 如果不成的话 糊了的话会担心 对于日本投资美国 或说外资投资美国的 一些信心程度了 另外呢 规避贸易战风险 陆奇勇向墨西哥民报 说特朗普预告强硬对华 撑上台争余六成关税 昨天我们提到都说 那另外呢 在这个 主要都是因为美国制裁的手段 所以对于呢 很多这个企业 海外布局来讲 本来就是有一些 位于筹谋的动作 路透社啊 看他主要原文呢 德国之声的这篇报道 也是源自于路透社 那他主要呢 是提到说 那个澳大利亚啊 澳大利亚 他们认为说这个 以前 中国对他们来讲 像是会下金蛋的金额啦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情势呢 他们觉得可能就有一些变动 但是呢 说澳大利亚并不担心中国当前的 这一波的经济情势 那么当然核心有很多可以看中 我们可以看 因为对澳大利亚来讲呢 他们也很知道 对中国的关系稍微清静 而且2015年两边有自贸协定 互惠国之后 这么多年来呢 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呢 他会从中国对华贸易当中呢 不但能够取得利益 而今后呢 仍旧是可以从中国向好的基本经济面上呢 再获得更多他的一个好处 所以这主要在研商来看的呢 还要看在菲律宾就不是了 要考虑政治议题 菲律宾前总统说的是杜特尔特 说威胁推动棉兰牢岛独立 我们看到菲律宾这边 还有英国卫报也做了大幅的报道 主要呢是杜特尔特不买小马可士 他违背了他之前的一些政策 因为杜特尔特之前呢 是觉得跟美国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小马可士跟美国走得太近 杜特尔特很忧虑 说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他自己的家乡 勉南劳岛要分裂出去 那当然了对于菲律宾所执政 小马可士所执政的国安单位来讲 当然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他觉得说这个国安顾问呢 也开始出动了要小心这个情况 当然核心杜特尔特还批评 小马可士想要修改宪法 让自己的任期无限长 所以这个老牌啊 政治家族的争议呢 还有还有戏的 信报大公报 是智利山火的后续 最新说智利山火呢 这个部分增至了上百名死伤 全国哀悼两天 目前燃烧三日未受控约 包括气候变化 阿尔尼诺线上能够助燃 是14年来最惨烈的灾难 有人为因素 仍在调查当中 三星掌门人李在荣一审被判无罪 那么这个部分主要是之前 他们的一个继承正当性 因为他下头整合了一些公司 是否涉及了股价造假的一个争议 但我们别忘了 2022年韩国总统尹熙悦呢 因为要振兴国家经济为由 曾经对于李在荣 他之前所设法的一些形式呢 做了一个特色 那接下来呢 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审嘛 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另外看的是英国 只能看英国的泰晤士报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他的标题用字呢 非常的直接 直接就说的 Kin has cancer 国王有癌症 但是并没有告诉大家 是什么癌症 但他近期呢 可能会不会出动一些活动了 不过呢 之前也有媒体报道 他早前进医院呢 是有关于治疗 他前列腺肥大的议题 另外星岛 路透 金融时报 都关注到波音 波音737 MAX机身 钻错孔 距离太近 所以现在呢 你看这个客机 又没有办法交付 这就是昨天我们提到 难怪阿联酋都认为 波音再不好好的 把这个安全检定 做好 他要派自己人了 星岛日报 跟这个日本的在地媒体 之前是不是 日本选日本小姐 就一个乌克兰裔的当选 人红是非多 当时大海觉得 他到底够不够格 但他确实长得很漂亮 但现在没想到 是摄入不伦练 承认是人家的小三 所以后冠呢 也得摘下来了 接续中华聚焦呢 我们仍旧看 全城在香港 可以说是全城愤怒 全城轰动 持续发酵的 梅西事件 我看到这两天呢 因为这些事情 我们突然间呢 透过了报章杂志 学了不少广东话 你看星岛日报呢 今天呢就求王 拉衬 这个应该念拉衬 就说拉衬 全城主办方弃 千万资助 这个意思呢 就是指说 让全城非常愤怒 因为他做了一件 不好的事情 所以让大家都 非常不开心 所以呢就是用这个词 那么信报这里 美丝烂摊子 主办方弃 政府的1600万赞助 但是问题未解决 一切要依法跟进 这个是香港的 有关部门 文化及体育局局长 所说的 明报今天呢 有一个社论 说这个主办方 就这家公司 他收的赞助费 不便宜 甚至还有船700万人 请不动美私 游维港 目前看来呢 信息非常的多 主要呢 现在都是主办方 还有港府之间 到底怎么把 这件事情给谈清楚 但呢 到目前为止可以看 包括啊 本来有一个说法啊 说有个计划 甚至曝光 就是这一场的球赛 在星期天结束之后呢 所有迈阿密 国际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就会登船 来游维港 借机也能够 对香港的观光旅游 宣传了一把 但是后来也没有这样做 那么现在呢 核心还是呢 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 应该要理清楚啊 虽然主办方 他现在说 港部给的赞助费 他不要 他也不敢要 1600万 但是他也没道歉 也没有说要赔偿的问题 所以现在港府是希望 大家把票留下来 然后继续做依法 来做跟进 核心是到底有没有 跟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 跟梅西讲定 就是你必须要上场 合计45分钟 到底有没有这个内容 应该先理清 之后呢 也给大家一个经验 就我们在跟国际呢 这些来谈判的时候 很多白纸黑字 落实的契约的文字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啊 明报矛头指向迈阿密 但政府主办 改瓦互相传球啊 黯然离港 无人欢送 梅西呢 抵日呢 却是面露微笑 他一来的时候 面露微笑啊 但离开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那么开心啊 今天也整理了一个图啊 我们看到 这次的关系图 主要就是这个主办单位 有个支持单位 找了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 你看又跟港府啊 各地的一种协助 不过我们看啊 这主办单位被大家看 它是一个奢侈 高端生活主题杂志呢 而且是瑞士出版公司 在亚洲分部 它是做一个奢侈品啊 就是时尚型的杂志 这样子还可以办球赛 所以大家再去追 包括它的背后啊 到底有没有涉及 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昨天我们看到 港门也有很多嘛 但接续呢 不论如何呢 这件事情呢 目前大家虽然还在吵 还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但核心我觉得 中国是人口大国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努力培养好 自己的中国足球 人口大国当中 也能够去培养出 具有魅力的一个世界 足球巨星 还是不求人 另外来看的是 信报 明报 日报 明报 信报 两边 这主要是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近期的一个波动 我们都说市场非常敏感 所以呢来看到今天 信报这里一个点 评说A股的长颈鹿事变 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主要是因为来自于 社交媒体上面这样一个 就发现呢 中国很多股民吧 网民股民呢 去人家外国使馆 下头来留言 而且呢是到 像是这个保育长颈鹿的贴文 底下留言 当然就是表示一些情绪啊 嗯 但这个部分啊 要来看 所以中政监呢 最近呢有一波动作呢 就要很清晰了 世界日报联合早报 Bloomber提到 政监会防异常波动 要严打做空 而且呢 称要让恶意做空者 老底做穿 Bloomber也说了一个数据 注意到近期呢 中国股市的现象是一回事 但是流出去啊 他们去监管一些交易所的 一个资金流动 发掘20亿美元呢 却是看中了外国的股市 做投资 刚才跟前面的这舆论 结合起来啊 主要都是股市的一个议题 但核心要看 很多时候呢 这市场的信心 大家所谓的市场信心低迷呢 在文中都有一些讨论 所谓的市场信心低迷 不一定都是经济因素 因为市场很多时候呢 是因着投资者的心理因素 受到这个部分影响比较大 所以因此呢 才会说 必须要对投资者这一端 他们的心理因素呢 做正确有效的引导 这个部分 接续来看数字 财新中国服务业PMI 但你看 他算说跌 但是52.7啊 52.7超过50 这基本上还是扩张的 只是说 还是维持扩张趋势 只是说 他可能比预估的 稍稍少了一点 但是呢 这个整体服务业的增长 动能依然强劲 明报也做了一个 相关的报道 接续看文汇报跟信报 主要是香港的这个部分了 说香港部分的PMI 你看 在收缩区间49.9 距离50 界限差一点点 那主要呢 看到私营经济 在医院份的增长 数字还没有上来 但核心呢 是说前景 还是要看一个 大环境的气氛 那么特别呢 是有些物流的 这个等等 受到国际局势的 一个波动 那在台湾的政坛波动呢 就是又陷入了电话门 这主要是这一次的 台湾立法院的 政府院长选举当中 到底在前夕 民众党的柯文哲 有没有跟民进党 这里打电话 来寻求合作的沟通呢 所以就说这个电话门 但就民众党 白色是代表民众党 认为说我们没有考虑 根本没有考虑支持韩国瑜 因为这次我们都知道 在投票的时候 民众党用了一个技术性 他只投自己的院 他只提名自己的院长 没有提副院长 还说第一轮投票会参加 第二轮投票不参加 所以就被认为说 以当前的数字计算 算术议题来讲是 按住韩国瑜 但民众党现在要捍卫 自己的一个主体性 电话门呢 这是这个整个争议呢 他开始在做一些说法 那当然了 现在呢 他可能议题很多 大家都看向他 但一定程度呢 也表示说民众党 他的舆论性太强了 舆论性太强了 同时到底能不能让 立法院顺利的推动呢 我们来看看联合报 韩国瑜判保热情 不想变老太监 他说呢 判维持真诚热情 别变紫金城太监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当上了院长之后 昨天也顺利召开了一个 朝野协调嘛 今天礼拜二啊 其实他有一连串的 一个议会 接续呢 因为他提到说 因为人家都关心他 他上了那个 立法院长的位置之后呢 他人会不会要变得 更严肃 很多议题说话要小心 但是我们都知道 韩国瑜他本身 也是一个战将 他这个言论呢 应变的能力也非常快 但他说他希望呢 自己保持这种热情啊 那不希望自己 照照片的时候 就变得那么拘谨的样子 所以他大概有一个意思 全文看下来是这样 但核心是 接下来的立法院战场 我们要看的是 各个委员会的 召集委员的选举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经济日报 中国新春年货之变 他说从年货的一个变化呢 或许也可以研究 中国经济的新现状 新走向 其实在经济圈内 我发觉他很厉害 从一些购买物品的不同 比较都可以认为说 不同的角度 去观测一个经济的面向 其实他这个事的来源呢 主要是我们看 北京青年报跟腾讯新闻 在年节前所提到的 说虚拟年货背后 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拥抱春节 北京青年报也是说 对年轻人的电子年货 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所以经济日报呢 关于目前的疫情情势 做了这么一天分析 就是说啊 你看以前我们都有传统的年货 我们家里呢 一定会有盒子 好几格对不对 放上一个甜点 现在有一个很难买 就是一个花生米 外头呢 是彩色的糖衣 有红色有白色的 然后呢 就还有你家里一定要吃的 什么瓜子就一定要了 但现在年轻人呢 他们可能还有 还是上网办电子年货 特别呢 什么最受欢迎 电子啊 这个手机要用的 电子表情包 其实这一块呢 也是一门生意经了 我们看到春节的一些 可能一些不同的变化 以后的传统 可能就有电子表情包 也不一定 新岛日报 明报 主要还是因为暴雪天气 但现在被认为说 进入了最强时段 气象台也持续发布预警 湖南积雪压塌菜市场 造成死伤 明报 多地积雪压塌市场顶棚 那么湖南一死 13桑的这个事情 让官方下令停用 有积雪的棚屋 其实这样一个天气 各地的一个安全排查 有太多方面需要注意的 那么接续呢 来看着这里呢 是指农历新年禁 有关于中国内地的反腐情势 我们来看反腐情势呢 今天的消息 新岛日报 贪污于武艺 招航员行长田惠宇判死缓 新报也做了这个标题 其实除了他呢 其实还明报这里 还多了一位提到的是 孙志刚 他是贵州省委原书记 也被开除党籍处分 接续是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 杨恒均间谍罪诚判死缓 明报也做了一个报道 还有包括香港灵异 这个部分呢 北京方面有强调说 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彬也表示 是有充分保障 他各项诉讼的权利 因为这名杨恒均呢 他在北京 已经被关押了五年多 现在罪诚呢 澳大利亚方面 我们当然看到 他有很多的一个反应 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呢 包括澳大利亚外长 黄英贤也被媒体追着跑 认为说 这是否会影响中澳关系 当中也做了很多的谈话 不过核心是说呢 黄英贤并没有对中澳的关系 跟此案做牵扯 那只不过呢 在澳大利亚的媒体认为 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做什么 那现在有很多的建议说 能不能够争取 让这个杨恒均保外就医 因为他身体可能有比较多的 一些病痛的问题 但对中国方面来讲的 这件事情是间谍最诚 那么核心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 他的背叛 不能够与中澳的发展关系 牵承一谈 连承一谈 这两件事情 是切割开来看 新岛日报 教主 随广义演讲西客 还有一些大咖站台 新岛日报 产役投资报 对付危机 信徒梦未行一切会好 这指的是深圳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近期被爆出说 有对付危机 债务有破千亿元 于是专题报道就去看 他的这些投资者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很多人像信徒一样的 对他还是很有信心 所以就会去观察 因为他主要的一个掌门人 就是这个被称为教主的 随广义 认为他的这个外形 很像得道的一个道士 而且说他非常擅长的讲故事 所以在外部观察就认为说 你看他先掌握了投资者的一个投资心理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经济压榨 另外全港五日大反黑 居185人 发现了很多毒品 90万的现金等等 不过我们看 这个年纪最小的是15岁 最大的大概也有六七十岁 这是港府的农历春节前 一波执法行动 接续这个是内地的网论比较多 我们看第一财经澎湃红星都提 就是奔驰加塞事件 为何发酵 律师因根据过错程度 而非舆论压力仓促处罚 碰瓷是营销 网红徐奶奶和其瑞做错了什么 另外还有快评 求一时之快 得时日刑拘 说奔驰车主耍横的样子 如何如何 好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排队顺序 到后来大家觉得行车顺序 行车那个车子排队登船 但后来呢 这个彼此之间有所不愉快 但是呢 原本在齐瑞车上搭车主 说是老奶奶 后来又说不是 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在网络情绪 太快速的发酵倾向下 被公众呢 在媒体报道当中认为 会不会影响警方的执法呢 所以任何时候呢 类似的事件呢 应该网络情绪是有的 但是执法方面 还是依法应该调查 确实之后再做判断 为时不晚